聯合國大會總辯論 五天來有十一個友邦聲援 臺灣還說總數追平了上一屆 你看中央通訊社 馬上就秀出這樣的標題 這是事實嗎 真的是我們現在因為這樣 所以能夠更加的安全嗎 許婷 通常我們的正式幫 跟中華民國有正式邦交關係的友邦 在聯合國大會上 基本上都會幫我們說話 好不好 這是一件例行性的事情 實在沒有什麼好大叔特殊的 但是當然嘛 我們講這個儘管在國際上 正義很重要 但是現實更無情嘛 所以說儘管這樣講 但是也就是講一講 表示有支持 那當然嘛 這就作為 當然也有一定的交換 我們可能在開發的某某項目上面 給予一定的援助 換他們在聯合國大會上 他們有正式被認可的 主權國家的身分 可以幫我們仗義直言 那就照張辦事沒有問題 我比較擔心的是 你看我們過去對政府的批評 大部分都是外交的路線 就是說我們希望你可以做調整 也可以節省國防上的一些需求 但我現在很擔心 因為儘管我們罵政府 但是基本上就我的瞭解 沒有人在擋軍購 也不會有人真的去為難國防預算 就儘管他質詢的時候 你可能會凍結或什麼 但基本上你只要說明清楚 原則上立法院你都給過 沒有過不過問題 但是剛剛聽下來 就很容易是沒有被執行的 對 就是說你送了托式飛彈來 沒有飛彈 只有發射器 比如說該到位的軍火的升級 對 都沒有到位 對 那就很麻煩了 因為大家都支持國防 然後也放手讓號稱最得到國際民主陣營支持的民進黨政府 讓你們去做這個事 結果你做出來成績單是這樣 那你真的能夠跟大家去講說 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以前大家講說外交拿來大內宣 大家講你沒有水準 國防事務現在都要變大內宣 你看我們買到了什麼什麼什麼 先發一波新聞 炒作好幾天 我們戰力很強沒有問題 結果後面傳過水無痕 後面該來的都沒有來 那你這時候 你怎麼不跟大家做個揭露 這難道不是危機嗎 我覺得在蔡英文執政之前 就是說之前 其實好像也沒有說 我們一樣有軍購 可是沒有說是欠到這種程度的 對啊 拖到這麼久的 所以這是很無情的一件事 對不對 蔡委員 說美台關係好 我總是覺得這個謊言一再說 還有用這就很奇怪的算 你想想看 我們他編預算去升等什麼 F16的A型跟B型 F16 A型 B型是什麼 十年代的飛機 我們現在把老飛機去把它升等 你在開我玩笑嗎 還是在開我們駕駛員生命的玩笑 我們的飛行員是這樣 開這種老舊的飛機 你怎麼升等啊 是 難道你會買一部說 哎呀 我這部車是 是三十五年前的福特 我幫你升等給我 然後算現在的價錢 你不要搞笑嘛 我來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就知道有多 我們關係有多糟糕 請問一下 日本買幾架F35 韓國買幾架F35 他們都是買到先進的 對啊 那我們呢 我們還在F16 A型要升級 還要在編預算在等 那V還沒進來 所以這個叫做台美關係良好 就新品買不到 整個舊品在升級 你就關係很好 你在騙誰 你不過找一堆美國國衛的那種 那種議員 那些美國政客來陪你演這個 演這個什麼 演這個 美台友好 傀儡系是不是 好吧 就算說南韓跟日本 是美國的衛星國家 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衛星國家 外面那個什麼 小彙星是吧 什麼東西 我是搞不清楚我們是什麼 怎麼還好一直講 我們美台關係很好 是啊 一下子就被委員 突破這個謊言了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 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 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下集團